今天是7月以后呢,东南亚服他还没有更新他的更新日志。 那么在没有更新内容之前,那么他这个补丁其实已经是出了,你可以这么搜。 然后你通过这个VCompare里面找到那个patch,然后去搜索他的版本,版本号,然后你发现他这个其实是昨天晚上8点50多分就更新了。 那么在没有他更新之前,更新日志也没有出的时候,你是可以通过这个更新他里面的文件,然后去更新他的版本。 然后你去看,提前去预览他这个内容。 那当然只能通过文件的形式去看,不能通过游戏的形式去看。 那么,这一次新的版本,他这一次更新的内容,一个是这个真香导。 这个真香导的话,他这个名字叫YumYum Island。 我上一个版本没有搜到他的结果,但这一次的话,我还是搜到。 因为他,因为他这一次是7月1日更新的。 然后他这个地图呢,翻译名字就是YumYum Island。 这个Fungus Forest,伊利亚木。 还有一个Mush Bird,Mush Bird Forest。 他,他一共三个地名,也就这么。 然后我去看一下他那个地图里面的NPC,看一下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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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是他的大地图 这是神秘河上面的大地图 他这个给他分开了一个小地图 那么今日咎咎到这么一个区的街就缩小了 他这个图片也就缩小了 好那这个是咎咎村这边的问题 然后呢我想看一下这个 他有一个新的活动叫 守护着天使 叫Guardian Angel Guardian Angel 他这个 版本的VC是不支持的模糊搜索 他必须找到一个精准的词语 那这个是他里面的一个材料 他这个 他这个黄昏火焰还有一个海洋水滴 他这个东西用来召唤守护着天使 然后我去找里面的这些东西 他这是一个buff 他也是这个活动里面的一个效果 他一共有七个 他这个Ocean Siren 它是可以提高潜能升级的这个概率 他这里是1.25倍 他也有1.5倍 还有1.75倍 还有2倍 那其他的效果就是提升心之力强化2倍 那你可以想一想 现在海外的服从你大概是12开始 还是14开始 他后面的强化概率都是30% 一直到你升21 从21升到22 这个过程 全部都是30% 那你想想 如果说你提升两倍 这会变会变得很夸张 因为这变成60% 然后 这个22到23 23到24 24到25 这变成 百分之四 百分之四 百分之 啊不对 应该是递减 百分之六 百分之四 百分之二 所以想想这个很夸张的 而且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五十 大概是12星之前的概率 就如果是这样的话 变成12星之前是百分之百 然后这里后面还有一个 降低 就是星之力强化的时候 损坏的概率 星之力强化是从12星开始 会有损坏的概率 我觉得那时候才百分之零点几 然后你从22升到 二 好不对 21升到23 啊不 21升到22 他这个概率 好像是百分之七 如果这样子的话 其实对星之力强化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帮助 然后我看一下他这个里面这个是他这个属性里面说了他这时间你要按毫秒就算是六百六百秒也就十分钟 十分钟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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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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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那 那你对于那些需要强化的人来讲其实是非常大的有福利点 然后呢通过这个文件对比 你可以提取出一堆的一些东西 那我已经把那些空的文档就删掉 那它里面有几个文档 这里是character系列 它这里写了 它这里有一些表情类的 有一些头发类的 还有一些它那个人物 它就它在不同状态下 那些呈现的样子 那这个可能不是很重要 但是它确实占了很很大比重的一个大小 因为character系列 它其实在整个游戏当中是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因为你每发动一个技能 这个人物的一个状态 它也会发生一个变化 它是每一针一针一针凑出来 所以它在游戏当中起了一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一个地位 而且如果说你的地图上有很多个玩家同时存在 那你就要加载上其他玩家的一个character的部位啊 包括它这个动作 还有它的 它当前的一个状态 它使用的技能 也要给你加载起来 就变成你很卡 然后这个是effect系列 effect系列里面有一些新的伤害皮肤 这个是伤害皮肤 因为它下面写的new 然后这也是上新的伤害皮肤 然后这个是它这个里面 这个系列里面的 有它的counter 有guard miss resist 还有short 它这一些效果 这是它的新的伤害皮肤 这是它这些counterguard miss resist short 这些的效果 然后0123456789 这是一些新道具的效果 那至于是什么东西 应该是点桩类吧 因为只有点桩 大部分点桩 只有才才有效果 然后这里是item item系列 就是一个道具系列 它可以包括这些地面上 掉出来的东西 也就是这些是连击球 这是新的连击球 就有可能说它这个新的活动 会改变它这个连击球的 也效果 这应该是触碰连击球的一个效果 然后这有一个新的卷轴 我去查一下 新的卷轴 新的卷轴 我看下来是什么 哇 Destiny's Grow Destiny's Grow 这个台服应该熟悉吧 荣耀里面出过 荣耀那时候 那个是 它有个那个抽奖箱子 它里面有机会出这个东西 这一些应该是 看下来看一下 这些应该是冒兴岛接力系列 对就是这个 它这个是在新的 那个专属的Rice商店里面 会卖的一个东西 我给你看一下 它在Rice系列里面 会卖的一个箱子 这个箱子 它可以选择 埃斯多莱布斯武器 或者是统治者 统治者雕坠 统治者雕坠 我也去问了一下 这个商店在韩服有没有开过 然后说韩服没有开过 也就是说 这个商店 它一定是海外的 它这东西 卖一千个新的硬币 是金色的那类 这个金色的硬币 是全新的新 全新的硬币 然后这个银色也是全新的 它这一个商店 从7月1日就开始卖 一直卖到8月4日 对 它可以这样子 埃斯莱布斯 埃斯莱布斯武器箱子 17星 统治者雕坠 15星 因为你知道 东南亚 它是没有贝勒德的 它没有贝勒德的那些视频 那结果只能说 相对比较好用 也就是黑龙雕坠 还有统治者 但是统治者很难制作出来 因为成本太高了 然后之前还出了一个 治安魔精的那个 治安魔精还是敦凯尔 它有一个新的 新的 食品 反正也不好拿 所以普遍来讲 东南亚玩家用的比较多的 也就是 黑龙的那个混沌 混沌雕坠 所以如果说 能够使用 统治者其实是 对于东南亚玩家来讲 会是比较好 然后这里有一 有一个伤害皮肤的使用券 我看它名字叫什么 呃 sticker 贴纸 它是一个贴纸系列的伤害皮肤 这些小动物系列的一些伤害皮肤 这些小动物系列的一些伤害皮肤 这个台风成长命药应该是你商店里面会卖的 这些碎片应该是滑翔 那个天空活动里面的吧 啊 旧的 旧的 哦 就是它将这个旧的换成了新的 也就是说 这东西有可能变成一些新的活动 sunset firework 啊 难怪 因为它这个sunset firework 它原本是从那个新复古的那个 新复古的那些宝石里面变过来 没想到 就是新复古它上面有一些 新复古天空啊 那个活动 新复古天空 它里面的一些宝石一些祥云就变成了它自己的东西 然后这个是全新的硬币了是银色还有金色 这里还有个新的箱子查一下 嗯 嗯 感谢观看 Consume系列 9106 0910 0910 119 11 11 11 啊他这没有 这断掉 这说明它是个箱子 然后Map系列就是 它这个地图里面 会发生了一些改动 这里其实可以看得出 就是真相倒塌里面的一些地图 发生了一些微调 至于是调了什么 我暂时不知道 然后从这个图里面 应该可以看到 这应该是风之高效的一个地图 风之高效的地图 但是有可能说风之高效 它有可能 就算它是风之高效的地图 其实有可能用来 搞其他的活动都有可能 因为之前那个联动的活动 之前联动的活动就是 它确实不是风之高效 目前没查到 能乱过的地图 道路 买 买 买 卖是从 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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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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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